我们这两天也持续关注了长春市红旗街万达购物广场发生爆炸 致一人死亡 一人受伤的消息 昨天 长春警方通报称 这起刑事案件已经告破 警方通过提取现场遗留未引燃爆炸物上的DNA比对 综合现场勘察 调查走访 并与提取到的视频监控相互印证 最终确定现场死亡男子郭某涛为本案犯罪行业人 经查 犯罪行业人郭某涛身化癌症 悲观验尸 在松原市将和他有经济纠纷的男子郭某某杀死后 于25号中午驾车来到长春市 在红旗街万达广场 炸毁自己停在地下停车场的小轿车 随后在公寓楼30层租住房内引爆自制爆炸物身亡 目前 案件后续处置工作正在进行中